大家好 2022年4月26日 星期二 有政治记者跟我说 最近天天都是李家超 没办法 我这个频道都经常李家超 不过 数一下手指 不用很久 一个星期 不够两个星期 整件事 整个选举收就结束了 5月8号 1500人的选委会就要去投票 到时 事情又进入另一阶段 下一阶段 更多事 现在看到 最近 已经开始有很多关于早班的新闻出来 又说 李家超要增设副司长 又说 谁会做什么位 谁会做什么位 都传得很不亦落伏 老实说 关于早班的人名 暂时在报纸看到 那些都普普通通 暂时都未有一些令人眼前一亮的名字 不知道会不会有 甚至个别 有些人名 我看了 都有一点 怕怕的 不过 现在这些是流传 不代表 真的 是真的 希望 最后 都会有一些 好些人选 出现 不过 在今天 明报有个报导 就有一个新的名字 说了出来 这个名字 跟以前那些 有些分别 他的 履历 是相当吸引的 如果 明报的报导 属实 他最后 真的愿意 加入政府 真是成为 新班子 我都觉得可以是其中一个两点 这个是哪位 根据明报今天的说法 就是说在 当年 2001年 以27岁之灵 担任 无国界医生香港区主席的 陈英凝 英雄的英 凝聚的凝 是女士 就说这位陈英凝 是有机会 取代 陈兆史 在新一届政府里面 担任主管医疗卫生的局长 不过 就算是陈英凝入局 他也不是食卫局局长 李家超说明了 就说 李家超就当选了 他就说自己当选之后 会接纳现届政府的改组建议 现在特区政府是3C13局 改组之后就变成3C15局 当中现在的食卫局 食物卫生局 就会 撕掉了食物局的部分 集中处理医疗卫生事务 就变成一个医务卫生局 所以如果陈英凝 真的加入政府 他就会做医务卫生局局长 所以 陈兆史 老实说 他作为 食卫局局长 尤其是在疫情的一役 他的表现 就 有目共睹 几乎都是众口一次 就认为是不合格的 所以 他在新一届政府 没得留下 这个 我相信包括他自己 任何人都没有原念 我觉得 这件事都一定是这样的方向去 但是 以往 这么久都没有传过 究竟是谁 会去取代 陈兆史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饭都不容易做 尤其是在现在的事势 疫情年代 一直都没有传过名字 这次陈英凝 第一次 就有一个 实眼实痴 有个名字 就说他就有机会去做局长 那陈英凝是哪位呢 对公众来说 这个名字 相对是比较陌生 因为他一向 其实都算是比较低调 也都 不算是 从政 没有什么 这方面的 旺跡 不过 学术界 医疗界 他 都算是有名堂 那么 以往 如果大家看回 十年八载的时候 十几年前 其实都有很多人物访问 是关于他的 因为 很多 结出青年 港务格界的救援工作 那类 相对软性一点的人物访问 其实他都做了 不少 所以在 圈子里面 都是一个 大家有留意的人物 那陈英凝本身 从大学开始 做这些人道救援工作 他27岁 就是刚才说 毛国界医生 香港区主席 当年也是刷新了 毛国界医生的一个记录 就是最年轻的主席 然后到37岁 他就是中文大学 牛津学大学合办的 一个叫做 灾害与人道救援研究所的 地方 全世界到处去做救援 教育推广工作 其中包括他很多是战地 所以在访问的时候 也看过 他去到这些战地的时候 试过是被枪指着他 但是 他都表现得 相当勇敢 觉得 他接受访问的时候 他 当时就被枪指着 他不觉得害怕 反而就觉得 我医生在救人 为什么你这样 是一种 这样的情况 其实如果大家看回 他当年有做了很多这类的访问 然后他去了中大教书 在中大公共卫生及基层医疗学院 做教授 做副院长 去到 2019年 他离开了 做一个 共享基金会的总干事 这个共享基金会 都是全世界周围 做一个国际救援工作 没错 如果大家 是有留意正圈的 风吹草动 这个共享基金会 就是 前特首 梁振英 卸任之后 扔大妈撒的心口 要求捐款 而成立 当年 刘连红 刘连红 捐了3000万 是最大的捐款人 李兆基基金 都捐了1500万 在2019年 成立的第一年 已经 拿了6000万捐款 去做这方面 所谓全世界的 国际救援 工作 都被视为一场公关大战 梁振英 自己 做主席 他 属下董事的名字 包括 刘明伟 李家杰 李国章 高永文 那些都坐在 那 就是 现在这里可以见到 梁振英 和 现在这位陈英盈 有些渊源 事实上 梁振英 高永文 他们 很早 就看中了 陈英盈 很想网罗 陈英盈 入他们的 班底 本身 他都有一些 背景 陈英盈 的婆婆 即是 她老公的 妈妈 是哪位呢 就是 港英时代的 新闻处 前新闻处处长 幽里刺恩 幽里刺恩 在梁振英 2012 选举的时候 都有帮梁振英 助选 做他的幕后 公关团队 在 梁振英当选 之后 他就找了 高永文 做他的 食卫局局长 梁振英和 高永文 当时 都很想 甚至是正式邀请 陈英盈 去做 高永文的副局长 即是说 其实 因为后来 找了陈肇始 做高永文的副局长 即是说陈肇始 并不是 高永文的首选 高永文首选 其实是 陈英盈 不过陈英盈 当时 拒绝了 不想入热厨房 所以最后 高永文 就找了 陈肇始 陈肇始 做副局长 换届的时候 就做了 局长 如果当年 陈英盈 已经愿意入局 做了高永文的副局长 在这方面 可能疫情的时候 又是另一件事 不过这些事 都没人知道 究竟会发生什么事 但世事 往往是这样 为什么当年 这位陈英盈 不愿意入热厨房 现在又愿意入 是不是真的 当年 找了他做副局长 现在的说法 是找他做局长 明报 今天的报道 他们都找过 陈英盈 去问 因为圈子里面 流传 现在是找你做局长 是不是呢 原来 陈英盈 透过 同事 覆名 他说 他现在在非洲 应该是在做救援的工作 都是 公干 他说 香港的事 我回来才说 如果你看到这个答复 就是陈英盈 也没有一口地 否认 这个传闻 是不是 说他入局 都是有机会 我们暂时 立此传照 拭目以待 不过 陈英盈 确实 其实大家都是香港人 如果在香港生活 都一定是关心香港的情况 在几个月前 他曾经 投稿在明报 就是今年 一月的时候 当时第五波 突然间 细胸甲浪 来到香港 政府就 封葵冲川 陈英盈在这篇文章 针对政府 封葵冲川 的时候 有一些批评 觉得政府的处理 做得不好 他当中 特别提到的概念 就是 疫情 都是一个生物灾害 所以政府 在救灾的预算 救灾的评估 救灾的处理上 其实应该是加上 这种 疫情的生物灾害 当中 例如 因为疫情 封区的时候 你应该当那些灾民 处理 你要对他们有 很好的支援 包括 其中包括 食物 但是葵冲川 就处理得很差 政府说 因为 只有几个小时 我们搞不定 你们自己搞定 大家记得当天 林郑峰 葵冲川 有类似的说法 所以 他就 写了 陈英盈就写了一篇文 针对这件事 有一个 批评 有一个评论 可见 他 他 不知道是否因为 这样的情况 看到现在这种粒粒乱 他都觉得 香港 需要一些 人道支援 所以他做开印度支援的工作 当年他不入政府 他现在愿意入 是不是这样 不知道 等他稍后去回应 不过 大家也都清楚 疫情不会 突然间消失 所以 这一份 主管 医疗卫生 如果我们 可以找到有能力的人 去担任局长 确实可以令香港人 少受点苦 不过 找到好的人 找到有能力的人 其实是第一步 因为以往很多时候经验 在私人的 地方 在私人机构 做得很好的 很有能力的人 入了政府 就突然间 变了另一个人 这些例子 以往 都是 经常发生 所以 好的人选入了政府 是不是可以做得好 首先 都是一个问号 但是 更大的挑战 在当今的时势 在新的形势 更大的挑战 香港在这方面 还可以有 几大的自主 譬如 决定是否做 维风强检 各样东西 我们香港还有多少自主 在现在这种疫情之后的政策 这些都会 影响到 就算有新人士 究竟那个作风 是不是好 是不是可以做到 最符合 市民的利益 都是很多的变数 只能够说一句 天由香港 希望 好 今天的讨论 聊到这里 拜拜